170 南方都市報 全國版 麥當勞校訪蔡百味自創漢堡 肯德基向中國手機支付妥協快餐葉晚工大數據 2015年7月14日快燒C06在自動點餐機上 自由搭配以14種食材,用銀聯完成支付 然後坐等漢堡送上來 這是麥當勞剛引入中國的自創漢堡項目 下稱CYT級消費者提供的全新的消費場景 儘管運營不足一個月 但麥當勞中國是要將皆恩級出了超越了我們的期待的評價 餐飲行業正在掀起一輪轟轟轟烈烈的科技大戰 CYT只是一個縮影 早在一個月前,肯德基率先在全國2200多家餐廳提供活快服務 前不久他們再度宣布其下所有門店將逐步接入支付寶支付提升支付效率 而德克市則對南都記者透露 其以草言在華東的餐廳上線了COM會員系統做大數據的滑掘 儘管各自手段層出不同 但互聯網家餐飲風口大開 消費者的習慣與需求的180度大轉變 以足法餐飲連鎖行業競商在數字化便格上快馬加邊地煲局 麥當勞挑戰蔡百味 中國是麥當勞全球第六個推出CYT碗店的市場 以前只能被動接受標準化餐單的消費者 現在可在24種食材中自由選擇搭配組合自創漢堡 此外 自助點餐流程讓消費者在自動點餐機上點完餐 完成支付後 只需領取一個小飛碟定位系統 即可到餐桌就座等待 據了解 目前麥當勞巨毛爆漢堡加薯條加可樂的套餐只需19元 自創的漢堡加薯條加可樂的套餐起步價為49元 毛利丸超過其常規套餐 當年開發麥咖啡業務 被漢作是麥當勞在挑戰星巴克 現在是壞此即被解讀為麥當勞要挑戰蔡百味 不過張家欣現在似乎並不太注重者不經濟象 無利率的比例是按價格定的 但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重點是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事實上 要推動這樣一個個性化的體驗 遠非在原有滿店增加幾部自動點餐機那麼簡單 麥當勞中國公關總監許榮廷透露 在麥當勞的後廚 生產是一條流水線 即取麵包 放牛肉 放生菜等各個環節都被拆解 不同的員工負責其中部分環節 為了提升出餐的速度 以往看保中的牛扒 往往事先煎好放置在保溫箱內 便於員工製作時速度更快 但市外其項目從用料到整個製作直言不同 市市大廚收到頂單後才開始煎牛扒 許榮廷透露 因此市需要在麥當勞的後廚放置一條新的生產線 有專門的大廚加工製作 同時 送餐需要專門的人員送 而自動點餐機旁返得Compah專門的員工負責指引消費者如何點餐 儘管許榮廷並未透露上海首批試水的門店引入Sitch之後 對具體人流量、門店營收的刺激究竟有多大 但其指出 效果非常好 肯得機向手機支付妥協雖然麥當勞的Sitch項目僅在三家門店落地 但南都記者獲釋 針對麥當勞常規餐單的自動點餐機 以草言進入廣州等市場的部分門店 目前麥當勞僅有承擔外賣功能的麥樂送能用支付寶支付 而第三季度麥當勞將在中國視點手機下單點餐和手機支付 餐飲行業正在掀起一輪轟轟轟烈烈的科技大戰 提供自助點餐 手機支付成為目前國家共同的設入口 就在半個月前 肯得機計在全國2200多家餐廳提供外貨服務 推出自助點餐硬件外 再度與支付寶達成全面合作 在上海和浙江的700多家餐廳接入支付寶支付 並計劃在全國的餐廳逐步推廣這一服務 南都記者瞭解 春節過後 廣東本土快餐連鎖72階的門店 已同時能實現支付寶和微信支付 德克士也向南都記者透露 目前浙江省德克設餐廳已提供支付寶支付服務 多年來 銀聯一直難以供下快餐連鎖的支付 接入第三方支付 不僅以微著現金流制後一至二天兌現 還以微著增加額外投入成本 比如門店要加入掃描槍 掃描槍每支的成本在一兩百元至一兩千元不等 另外微信支付還要收取營業額千份之六的手續費 某知名餐飲連鎖的一位內部高管對南都記者稱 不過 支付寶和微信最終打破了這塊壁壘 因為在常述高管看來 千份之六的手續費 比銀聯卡的拆卡費要低 對餐飲連鎖商家而言是可平衡的 比如可減少收銀的時間 降低收到加幣的風險等 然而值得關注的事 這些數字化的體驗目前尚在培育階段 第三方支付目前仍未成為消費者支付的首選 上術餐飲人士透露 奇緩店第三方支付的交易筆數僅增 每一種交易筆數的幾個點 不過第三方支付搞活動補貼消費者時 第三方支付的筆數會表升至平常的十倍以上 要消費者接受微信 支付補支付 還需要時間培育 背後醞釀數據大戰表面來看 科技大戰提升了消費體驗 但餐飲企業似乎更願意借此 從消費者身上挖掘大數據 據許穎廷透露 麥當勞的微信目前有600萬粉絲 他們會不定時向消費者推送優惠勸 某一個消費者究竟是喜歡吃雞肉看補 還是牛肉看補 我們的後台都有數據記錄 如果麥當勞推出新口味產品 就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推送 德克市則向南都記者透露 其華東的餐廳已上線 CRM會員系統 發行德克市集響卡 通過累計會員資源或數據資料 可以讓我們更多 更深入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德克市透露 這個系統對消費者的數據搜集 將細化到消費者的年齡、性別等身份特徵 購買過的產品等 也能進行會員對餐廳服務與產品的滿意度調查 72階則稱 其有計劃對已推行四年的會員卡進行升級 將實體卡整合為電子會員卡 相對於實體卡 電子會員卡更容易捕捉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不過 這場數據大戰目前只在起步階段 但對大數據的華骨和應用 絕對是餐飲熱未來關注的重點 採寫 南都記者黃麗常 是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